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很嚴重、很緊急的事件 一定要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關於全球很厲害的勒索軟件 WannaCry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特地聘請了我的好朋友 電腦保安專家 龐博文、Ronald 跟我們一起講給大家聽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為什麼跟你有關 你也要關注 先講一下WannaCry現在發展到什麼地步 全世界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已經中招 中招的包括政府部門、警局、醫院等等 有些醫院簡直癱瘓了 連手術都做不到 全世界也有很多個人電腦、企業電腦都中招 中招是怎樣的呢 他就會鎖了你的機器 你全部的東西都開不了 然後他就勒索要你給錢 給了錢可能可以 可能不行 但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這兩天如果大家看新聞 其實每個人都在講 我想跟大家解釋清楚些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你現在應該怎樣做 如何保護自己 我今早其實在Facebook 已經出了一段說話 但我知道現在Facebook很差 如果不是用Live的話 其實我們出了一些字 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到 因為他不是每個人都傳給你 所以我希望今天你真的留意 因為如果你有用電腦 甚至你有用Android的手機 跟你真的有關係 首先我問一問Ronald 讓Ronald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Ronald的勒索程式是什麼 首先如果說Ronald之前 我更新一些治療 我截到今早為止 已經有記錄在 有一部份的油站 自動販賣機 甚至是一些證戀公司 他們都開始被波及到 大部份被波及的 都是Microsoft Window 還有一些比較舊式的系統 還有一些大型零售商 它的收銀器系統 已經被全線被人鎖了 好緊的 首先Ronald的Crime 是一個典型 我們近兩年都看到 收Bitcoin的勒索軟件 這些勒索軟件最值得的方法 就是將你整部機加密 然後要求你被Bitcoin 然後才幫你解開 但今次Ronald的Crime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擁有一個 擴散和傳播的能力 這一點 好像病毒一樣 沒錯 但其實我們不是叫Virus 我們叫做Warm回蟲 因為它有一個特別的 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概念 但今次它用了 其實有一點背景的資訊 我們一定要知道 Ronald的Crime 這個勒索軟件 其實它是基於 一個在去年年底 美國NSA的部門 被人攻擊的時候 洩露出來 美國軍方的一大堆 攻擊軟件 基於這樣為基礎 來製造出來的勒索軟件 即是它的傳播能力 其實是基於美國軍方那邊 政府對一些信息系統 所研究出來的漏洞 就是我們現在大部份 Microsoft Windows 都by default 一定有 我們叫做SMB 也就是說你平時 share drive share file 網絡的方輪功能 好了 其實這件事 亦都有一件事 我會去講 很重要的 是的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都知道了 這個漏洞 其實在三個月前 Microsoft Windows 已經對所有的Windows 發出了最新的 Update Surface Patch 即是更新 但我知道 有很多人沒有更新 今次中的電腦 其實全部都是沒有更新的電腦 而在兩天之前 Microsoft很緊急地 甚至為一些舊款的Microsoft Windows 即Windows XP 和Vista 記住 如果你在Windows XP和Vista 你之前聽到 Microsoft已經不再更新 不再支持它 它這次特別發放 Update Surface Patch 可以令你更新 更新了之後 只要你的 Final Share with SMB 沒有這個漏洞 首先 第一件事 中了的機 不會再傳播 給其他機 如果在同一個網域之下 第二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 被人直接 由網上攻擊到 現在我們首先 如何預防中招 首先 預防中招 有幾件事 一定要知道清楚 除了一些 大家都已經聽到 市面上說 老生常談的事 無亂下載 無亂開電腦 有幾點 一定要搞清楚 但今次 即使你不下載 不開電腦 你也做了 沒錯 為何這次說這麼厲害 原因是 就是這個 SMB的能力 首先 SMB是Final Sharing 我先寫第一個 例子 如果你一個地方 裡面 有一個網域 你自己建了一個網絡 延長到的網絡 你裡面有四、五部 Window機 只要有一部機 中了 同一個網域上面 其他機 同一部中了 WIRUS的機 中了 輪述軟件的機 它們開了SMB share file 尤其是 如果你甚至有 所謂買回來的 NSA Network Store Drive 即是買回來 不是整部電腦 而是可以share file 那些 drive 甚至上卡那些 因為它都支援SMB 它們會全部都中了 你唯一的方法 做些什麼呢 就是關閉了SMB的功能 或者你即時將SMB update 做最新的文件 當然 我們大家都說 你拆了網絡線 不要讓它上網絡 我想你要用更乾淨的機器 去公司的Microsoft website 下載了Service page 才會再更新 你更新 你就不會被傳播得到 OK 那當然 大家也聽到 Window 10不會中 這個又是一個神話 Window 10不會中的原因 是Window 10 建立了強制你更新的功能 所以理論上 在三個月前已經更新了 所以你不會中 但如果你用一些古怪的方法 去阻止Window 10 更新的話 即是你沒有更新 你很少的機能 情況之下都會中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尤其是很多中小企 或者家用的用家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沒有Firewall 你會把一個445 port 即是行SMB的端口 將它遮蔽了 阻止了 你直接把那部機器 駁住寬頻 然後赤裸 在網絡上 而網域之內 它會自動去找你 而你開了445 port SMB 它會來感染你 所以 你唯一可以做的 拔了一條線 用另一部機器 去下載了 Service Patch 然後更新了 你的機器 然後 之後呢 你最好前面放一隻Firewall 但有件事要很清晰 放Firewall 我常常會說 現在家用你都一定要放Firewall OK 又或者將你的寬頻分享器 其實是有Firewall功能的 你將它開動 OK 將445 port 駁住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中了 你就會將同一個網域 例如你公司 或者家裡的機器 全部都中了 那就是呢 首先 第一件事 你的電腦 隨時都有機會上 所以 隨時都有機會中招 所以 第一件事 就是 你的電腦 開之前 就是 就算你現在的電腦 有些人跟我說 星期六開了機 或者今天開機 沒事啊 那真的不會中的 其實不是的 是隨時都有機會中招 所以 首先 拔了你的電腦 可以上網的功能 無論是Lens線 還是Wi-Fi 就不要讓它上網 就不要讓它上網 然後 就 用一個 最好 乾淨的 就下載了 就是 備份了 備份了 你的電腦裡 所有你最珍貴的東西 無論是相片 還是文件 還是檔案 然後 你就把 那些資料 你備份了 在那部機 那部機 無論是什麼都好 你就不要讓那部機上網了 然後 你就去 更新你的 window 是不是這樣 update你的 window 你搞定了你的機 有 window 接著 就更新你的 anti-virus 如果你有火鍋的話 再開它 總之 搞定這些防護工序之後 你才好 重新開機 然後才好 做你正常的工作 否則 如果你的機 一中了招的話 你就什麼機裡面的東西 都被人禁止了 Ronald 如果真的中了招 那些東西 夠不夠得回 暫時來講 夠不回 因為為什麼呢 它用了一種 我們叫做 非對稱式的丹麥法 同時用了 RSA 和AES 如果能夠爆開的話 我想 爆開的人 我想 可以征服世界 這麼厲害 那如果真的中了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中了的話 OK 首先你本身的機 中了 除了Lowar Level Format 去洗機之外 你沒有別的路 可以走 如果你還想保留那些檔案 我提議你 用另一個External Hard Drive 將那些被加密的檔案 抄進去 等吧 因為為什麼呢 歐洲的反勒索軟件中心 其實一直在安全專家的世界 都在運作 在過去兩三年裡面 那百多二百隻 Ransomware 其實我們已經有四五十隻 有辦法解開它 你等吧 因為為什麼呢 一定會有機會 找到方法解開 但現在即時要解開的話 是沒有辦法的 OK 那套勒索 你給錢 給不給 給錢 這件事 在所有執法機關 或者所有安全專家來說 都是沒有給的 因為你給了錢的話 其實你在鼓勵它 你知道為什麼 這次會這麼重要嗎 他們customer service 也有了 大家都聽到 台灣有人講價 為什麼會鼓勵他們這樣呢 就是因為有人給錢 以前有人覺得 喂 給一千幾百港幣 不就扣扣了什麼 0.25個bq 那些 沒有所謂 我給得起 你在鼓勵他們 如果鼓勵他們的話 就是告訴他們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 他們越做越過分 因為我很老實告訴你們 這次是鎖Window機 很快就會輪到Mac機 Linux 你的手機 Android 還有幾個月前 基於Linux的智能電視 在日本 已經試過有幾百部智能電視 一個下午之下 中了Ransomware 電視都鎖了 是 因為它是Linux 是 Linux機 而且沒有Firewall的Linux 是 你不會用防火牆 你不會用防火牆去保護智能電視 但智能電視是Linux 可能將來的世界裡面 鎖智能車 鎖智能雪櫃 鎖智能電視 你在鼓勵他們 是的 還有 有件事我都會說 首先 我這幾天聽到最多是 有些人說 沒有Backup 但這件事 我沒有Backup 我中了 如何救得回 Backup 是一個 好像公眾衛生 這麼正常的行為 就好像你一定要洗手一樣 Backup 是必須要建立的習慣 還有Backup 不是整部機Backup 是把你的檔案和OS 分開 OS沒有了可以再install 檔案是分開 所有Backup 這樣會更好 還有所有Backup 帶 或者那些Hard drive Backup 之後就拔掉線 離線 你下次要Backup 才再插進去 這樣會更好 另外一件事 又是聽到最多的 這兩天 很多人的愛好 就是 我的Windows 版本有問題 你們俗稱的 叫做開心版 我正名叫做翻版 眾生皆平等 其實你沒有用到Windows 因為你翻版 但是 Microsoft Windows 的Service Patch 在Windows的技術上 是可以獨立下載的 你找朋友幫忙 或者用另一部機 去Microsoft的網站 找 你是找到的 找到 就下載到USB 然後走到你的開心版 你叫做開心版 或者是綠色版 在那個Service Note 更新更新 先當 還有還有一件事 撐住當先 不是鼓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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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應該 因為你翻版軟件 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亦都說 這幾天還有一種悲劇 Enterne上面這幾天 出現了很多 好像救世神棍的人 他有解決方法 有些很古怪的 甚至教你怎樣解密碼 也沒有說這個笑話 而且也有些檢測的方法 其實不需要怎樣檢測 你中了就中 沒有中 就沒有中 中了就自然 就會彈一個Windows出來 問你收錢 然後鎖起你 所以不需要怎樣檢測 所以不要被人騙 你看清楚 MicrosoftWindows的控制 panel 有沒有開SMB 這樣就已經足夠 而且我跟他講 SMB的MicrosoftWindows 是by default已經開了 所以你真的要去關掉它 沒有了 你可以在控制 panel 可以找到Service 去關掉它 但是你上網絡 去拿這些 不要拿那些古怪的方法 不是檢測方法 因為那些檢測方法 或者檢測軟件 有一部分 本身是有其他的 Ransomware 垃圾軟件 就是你中多一次而已 OK 第二 我也看到一些悲劇 就是 拿Microsoft的Service Pack 我知道Microsoft 現在的網絡 雖然很優良 但是這麼多人一起去拿 擠用 是必然的 給點耐性 不要去些 非Microsoft的網站去拿 因為你又會中第三隻 又再中多一次 又再中多一次 結果又死得更加慘 你連環被人鎖幾次的話 我想你給熟款 你都解不開了 我老實說 是的 因為連收你熟款的 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所以這次真是一個很嚴重的 只要你有用電腦的話 其實你都有機會中招 而且隨時都有機會中 因為這個軟件是不斷地變種的 很短時間之內已經變了 所以今天不中 就不代表你下一分鐘不中 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珍惜 你們電腦上面的所有的東西 尤其是很珍貴的照片 或者一些文書 所以你真的要做足保衛自己的功夫 所以真的不要懶 以後用正版的軟件 update你的軟件 這次一定要首先 back up 備份你的資料 如果不懂 就快點找老友求助 去幫你做back up 然後update你的電腦 解決了你電腦上面的保安漏洞 然後一定要用防毒軟件 用防火牆 然後一定要定期update 定期back up 你才可以保護到電腦上面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中招了的話 不要緊張著 因為緊張就沒用了 暫時沒有辦法開到的 我們也不鼓勵你給贖金 因為你這樣是鼓勵了犯人 以後製造更加厲害的東西出來 去納索你 試一下等 等一段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開這個鎖 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 所以最好不是補舊 是防範 其實Mac機 或者其他機 未必一定沒事 今天沒事 不代表遲些沒事 所以大家最重要都是要經常update自己的軟件 我也覺得這個問題十分之嚴重 所以我今天已經出了信 給大主席 立法會大主席 提出一個緊急的質詢 裡面我有提到 我很擔心香港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尤其醫院 究竟有沒有足夠的防衛能力 如果有就固然好 如果沒有的話 政府有沒有一些應急 後備措施 如何去處理 以及將來如何加強防衛 我也會問 金融相關機構 有沒有足夠的防衛能力 香港金融中心 但是我知道 好像有些證券行已經中了招了 中小型的證券行 尤其擔心的是香港的中小企 因為我們很多的中小企 都沒有什麼保護自己的能力 今天已經收到很多中小企 中招了 也不要只信公佈的數字 因為有很多人中招 又未必會報警 又未必會去通報 自己去找求助 所以我也希望 政府加強對中小企的支援 希望幫到中小企 和大眾市民 家用電腦 也是最容易中招的 剛才Ronald有提到 其實有7千多萬部 在Internet上 有7千多萬部 多數我相信 是中小企 或者家用的個人電腦 是沒有遮 沒有掩 是完全對外開放的 這個其實我們每次說 網絡保安 我們都有說的 現在面對今次這個 WannaCry 就更加完全是 隨時會中招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足防衛的功夫 保護自己的電腦 就等於保護你的個人私隱 如果有問題的話 隨時找我 可以讓我報警嗎 當然可以了 關於MacGate 有些人說不會中 我先說清楚一件事 首先 其實在這幾天裡面 MacGate已經出現了 勒索軟件 只不過它沒有像WannaCry 基於某些漏洞 建立了一個 自我散播的機制 如果你是用MacGate 第一件事要給我記住 你不要用 BT軟件在MacGate上面 因為MacGate上面的 Ransomware 就是用BT去散播 你下載回來的BT 裡面會有Ransomware 鎖了你照樣是要被別人 那我又告訴我們觀眾 怎樣為之BT軟件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下載了也不知道 不是 正常來說 你一般人是不會的 即是你用BT軟件去下載 一些非法的電影 不應該看的電影 即是那些 什麼什麼 澳門第一家網絡賭場 那類 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還有下載一些軟件 非法軟件 用BT軟件去下載 已經在散播 問題是 如果他們看到WannaCry成功 的話 他們不會不找MacGate的漏洞 然後這樣大規模 因為普遍認為用得起MacGate的人 都會比較願意付錢 第二件事 有另外一個 要搞清楚給大家知道 MacGate上面 行了Microsoft Window 你都一樣會做WannaCry WannaCry是基於軟件 不是基於硬件 即是說 如果你用BootCamp 的話 你另外的那邊 Hard Drive 行了MacGate Windows 還有呢 WannaCry的機率 跟其他Window機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麻煩Service Patch 第二 如果你行VM 或者Parallel 即是同時兩個OS 行完 你都是要Service Patch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想著 應該預計 會倒入圖片 已經足夠了 除非你特地想捕捉WannaCry WannaCry 我講老實 我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WannaCry做網絡保安 其實香港現在的狀況如何 首先一樣 WannaCry這種攻擊 其實我平心疑慮 我不是很擔心銀行 和政府部門 因為他們全部都有防火牆 理論上 我們已經解決了一件事 過去這麼多年 就是說 會將網絡的方輪 SMB這些分享 share file的Service 正是會在延長腦之內 在延長腦之內 我不太擔心 這些機構的安全專家 或者他們的網絡保安 其實都知道這個批拒 這幾天 只要在外面拿著目標回來 不檢疫 都不會讓它進去 所以 所以應該就不會出現那些 好像Kinar地區那樣 希望 希望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那些中小企 和中型勝主公司 其實很多都中了招 因為他們沒有火牆 他們真的沒有火牆 就算有的話 他們都會說 火牆這麼複雜 我不會設定 我跟你說老實 有很多人以為 火牆是要設定很多 rule set 很複雜 答案不是 越複雜 rule set 就是火牆是不好的 記住幾件事 By Default Jog All Packet 意思是甚麼呢 所有由外面進來的 你全部都是死魚 不要回應 問得你東西 都是不好的 即是你鎖了所有東西 和我弄掉它 而由你裡面放東西出去 你放它通行 就算在Mac機上 可以和你自己端的火牆 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Silent Mode 我們叫做Silent Mode 或者Stash 全部不要回應外面 然後只是放出去 放出去是甚麼呢 如果你不懂技術 很簡單 基於軟件來放它 你需要和外面通訊的軟件 你便放它 你不需要的話 你便不要放它 或者它需要更新的時候 你放它 等它更新後 你再關閉它 這個是最簡單 直接的方法 而你沒有火牆 也不需要買這麼貴的 貴的火牆 防護力是強 但適合政府中大年企業用的 你中小企那些 你自己的寬頻分響器 那類已經有快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拿一部舊機 找一個熄電腦的人 和你在那裏 製造一鍋 再做一個我們俗稱的 NAT 用一個Hubser share給紅衣機 用那部機頂在前面 一定要製造這件事 不是很貴的 不是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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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間間中小企都做得到 其實你做到有些學校 如果 如果 剛才Ronald說的那些東西 對你來說是外星文 你不知道他說什麼 因為不是IT人 可能真的難明一點 你找一個IT人來看完 他就知道我說什麼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話 都不要緊的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複雜 也不是那麼貴 你不要害怕 尤其中小企的公司 你們真的要小心保護自己 因為對你來說 如果被人鎖了機 損失真的很大 沒有電腦用 那些東西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而且一架機感染 就整間公司倒閉了 所以這些東西沒有限 長期穩定一間 世界IT公司做backup 有什麼都可以找他幫你做 最重要就是 今次快點搞定 你現在整個系統的防衛功能 先設置火鍋 防火牆 我知道我們今天很長氣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比較複雜找